每年夏天,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网球爱好者齐聚伦敦。 而对于英国王室粉丝而言,这项盛世还有一层特殊的期待凯特王妃的出现。 今年,这份期待显得尤为特殊,因为凯特王妃正在接受癌症治疗。 尽管如此,她是否会出现在温网的悬念依然让粉丝们翘首以待。 凯特王妃自嫁入王室以来,一直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忠实粉丝。 她不仅仅是作为观众出席,更是在多个场合担任颁奖嘉宾,亲自为获奖者颁发奖杯。 她对网球的热爱早已为公众所熟知。 2011年,凯特与威廉王子一起出现在温网,他们的出现立刻成为全场焦点。 此后,她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温布尔登的看台上,为选手们加油助威。 然而,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。 凯特王妃正在接受癌症治疗,这让她能否出席温网成为一个不确定的因素。 全英网球俱乐部主席戴比杰万斯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, 赛事组织方将给予凯特王妃尽可能多的灵活性,以便她能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出席。 这一声明无疑给了王室粉丝们一丝希望。 虽然凯特王妃是否能现身温网还未有确切的消息,但她的亮相机会依然很大。 据悉,凯特王妃的出席情况可能要到比赛前一天才能最终确认。 这也让王室粉丝们充满期待和悬念。 去年的温网比赛上,凯特王妃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,这让粉丝们感到遗憾。 今年,她能否如愿出现在看台上,为选手们加油助威,仍然是一个悬念。 去年,夏洛特公主在温网公开赛上的亮相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她那份小女王般的气质令人惊叹。 夏洛特公主已经逐渐适应了王室生活,她在公开场合的表现越来越自信。 去年,她与凯特王妃一同出现在温网的看台上,母女俩的互动温馨感人。 今年,威尔士三宝的放假日期定在7月4日,因此,夏洛特公主很有可能再次跟随母亲一起观赛。 这将是一个温馨的家庭时刻,尤其是当威尼王子在旁保护妻女的时候。 乔治王子作为未来的王储,这样的场合她已经亮相过多次了。 然而,今年大家更期待的是凯特王妃和夏洛特公主的同框画面。 母女俩一起观赛的画面一定特别温馨,就像查尔斯三世的生日阅兵仪式一样,到时, 威廉王子将成为妻女的保镖,保护好他们。这种家庭温馨的场面,无疑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。 据凯特王妃身边的朋友透露,尽管在治疗期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,但她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。 她经常在家中陪伴孩子们,尽可能地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。 她的坚强和勇气不仅仅激励着她的家人,也鼓舞了无数关注她的粉丝。 对于王室粉丝来说,凯特王妃和她的孩子们在公开场合的亮相总是充满了温馨和感动。 特别是夏洛特公主,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充满了自信和优雅。 上次出镜时,她的小女王发十足,令人不禁期待她在今年温网上的表现。 不仅如此,威廉王子也总是全力支持妻子和孩子们。 每当凯特王妃出席公开活动,威廉王子总是在旁边默默地支持她,给予她最大的鼓励和安慰。 这种夫妻之间的默契和支持让人感动,也让人更加期待她们在温网上的温馨时刻。 凯特王妃一直以来都以她的优雅和亲和力著称。 无论是出席正式活动,还是与普通民众互动,她总是表现得非常亲切。 这也让她成为了公众心中的偶像。 她不仅仅是一个王妃,更是一个榜样,一个激励人们坚强面对生活挑战的象征。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伊丽莎白二世在选择菲利普作为伴侣时,或许未曾料到这段婚姻带来的种种后果。 尽管菲利普亲王凭借其风流倜傥和贵族血统赢得了公主的芳心, 但这种古老的联姻方式却为王室后代埋下了隐患。 菲利普亲王一向以风流倜傥著称, 但这份风流却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婚姻中的最大弊端之一。 管不住那颗蠢蠢欲动的心,菲利普养了不少情人。 这不仅仅是夫妻间的私人问题,更让外界质疑王室的道德风范。 王室的形象因此蒙上一层阴影,难以抹去。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,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是远方表亲, 两人的结合再一次加深了维多利亚女王血脉的延续。 尽管伊丽莎白和菲利普智商颜值超群, 但他们的后代却没有逃脱基因的诅咒。 虽然子女们在健康方面表现尚可, 但颜值和智商却未能继承父母的优良基因。 查尔斯、安德鲁和爱德华三兄弟在颜值和身高上均未能超越父亲菲利普。 而安妮公主虽然拥有皇家的气质和做派, 但与女王相比也黯然失色。 基因的影响不仅限于一代, 到了下一代,情况更为明显。 威廉和哈利虽然在颜值和智商上表现尚可, 但安德鲁的两个公主毕翠斯和尤金妮却未能幸免于基因的诅咒。 毕翠斯公主在七岁时患上严重的阅读困难症, 学习和发音受到影响,无法正常上学。 而尤金妮公主在年少时就患上脊柱侧突, 不得不接受治疗。 虽然术后恢复良好, 但这一问题是否源于基因, 仍是未解之谜。 爱德华的女儿路易斯公主因为早产而天生患上外邪适, 尽管接受治疗, 但效果不佳。 这些健康问题无疑是近亲繁衍带来的后果, 王氏子孙的健康状况因此受到严重影响。 令人欣慰的是, 到了夏洛特这一代, 王氏的基因似乎恢复了正常。 夏洛特公主颜值和身材都超过了上一代, 被誉为小女王的她几乎无人能敌。 然而, 这份荣耀背后, 却是代代相传的基因诅咒带来的沉重代价。 此外, 谁曾想到, 哈利王子的婚姻竟然会成为王氏的噩梦, 而他与梅根的结合, 更是将这一切推向了高潮。 当年梅根嫁入英王室时, 最不满意的无疑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。 果不其然, 后来梅根怂恿哈利王子, 弄得白金汉宫鸡飞狗跳。 离开英国后的他, 也是不消停, 英王室的丑闻成了他敛财的工具, 查尔斯对这个儿媳妇失望至极, 巴不得一辈子见不到他。 尽管如此, 梅根凭借185号游艇女郎的名号, 依旧通过王室资源, 获得不少露脸的机会。 聪明如他, 在凯特休息期间, 他也掩齐西谷, 就派引火上身。 然而, 张扬的梅根怎么可能长期低调? 在哈利返回英国参加活动之时, 他又开始活跃起来。 梅根的目标非常简单, 他希望在其他国家展示他公爵夫人的风采, 让英王室另眼相看。 然而, 他的一系列操作, 却将哈利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人气败得一干二净。 哈利王子的英国之行非常成功, 意气风发的他马不停蹄地与梅根会合, 一起到访了尼日利亚。 第一天的梅根服装造型还算重归重举。 白色西装套装搭配同款色系的鞋子, 勉强体现了温柔之性的一面。 然而, 贴头皮的发型和有黑的脸盘, 怎么看都少了一丝大气稳重, 没有凯特的优雅。 得意忘形的梅根,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, 少了公爵夫人的自觉。 为了找到合适的镜头, 他时不时走在哈利前面, 完全忘了英王室的礼仪。 当然, 他事后也会给出女权的解释, 不愿没守成规, 遵守那些可笑的规矩。 作为演员, 梅根显然是成功的, 因为他懂流量的密码, 知道如何博得关注。 但作为公爵夫人, 他显然是失败的, 大气稳重, 他没有一个达标。 真是为哈利王子不值, 好不容易在英国赢得了人气, 期望在2025年英王室排名中扶摇直上, 没想到又被梅根搅黄了。 如果不是梅根和卡米拉不合, 都要怀疑她是不是王后派来的卧底了。 梅根的不归路, 究竟是个人选择的失败, 还是王室婚姻的必然。 这对夫妇的一举一动, 都在持续引发争议。 哈利与梅根的未来, 将会何去何从。 这一切都成为了英王室 无法回避的尴尬现实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一起探讨。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。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也 adaptations持续一下, 给媳 Fran